日本有关内阁成员参拜 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反映出其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 我们坚决反对 只有日方切实的证实和深刻的反省 那段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划清界限 中日关系才能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我们希望日方切实地恪守正式和反省 侵略历史的郑重表态和承诺 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有关问题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希望日本同中国一道 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 共同为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做出更大的贡献 两国领导人要为此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我想这次会无疑将为中日关系 下一步的改善和发展指明方向 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表的公众咨询报告 全面客观反映了咨询期间 香港社会对行政长官普选办法的意见和建议 提出的有关方案 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 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兼顾了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和诉求 是一个合法可行理性务实的方案 我们真诚希望香港社会各界广泛凝聚共识 把握历史机遇 如期实现2017年行政长官 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我要强调的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别国无权干涉 经营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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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政 局务线 いったい 中文字幕——YK